渡他人上天堂 送自己进监狱 老话说少不读水浒 老不读三国 今天这部电影给我的就是这种感觉 苏英今年已经65岁了 但还是要每天出门上班 她上班的地方在一个公园里 这里还有许多像她这般年纪的女性 她们妆容精致 风韵油存 三三两两地站在林荫小道边 看到有单身的老年男性经过 就会上前搭讪 保佳式是韩国有名的功能性饮料 这句暗语的意思是要不要约一下 但这人并没有理会 反倒走向不远处不争不强的苏英 因为她的技术远近闻名 有很多人慕名而来 苏英没有说话转身离开 这人正疑惑时 却见苏英又扭头瞟了她一眼 目光中近视邀请 她这才会议立马跟了上去 这就是苏英的工作日常 她们这样的人在当地被称为保佳式女郎 苏英是战争年代被人从半岛北方带到这里的 之前为驻韩美军服务过 现在年老色衰又无儿女亲人 也没有存款 只能走上街头 本来这样下去勉强可以维持生活 但不幸的是 她在去医院时被检查出得了临病 按理说没法继续工作了 可如果不工作的话又没钱治疗 无奈之下只能继续到公园里拉客 而为了不伤害到客人 她会谎称自己来了例假 并用其他方式满足客人 这天苏英在医院拿钥匙 忽然看到医生和一名菲律宾女性起了争执 听内容好像是医生出差时在国外的一段孽缘 如今对方飘洋过海 带着五岁的私生子找上门来了 医生面露厌烦正招手叫保安 此刻女人也彻底死心 愤怒之下一剪子捅了上去 众人见状赶紧把那女人拖出去 看到门口的小孩时 女人大声呼喊着让她赶紧逃 看着妈妈被人拉扯 小孩哽咽着奔向马路 突然想起自耳的刹车声 苏英有些不忍直视 却见男孩又爬起来继续跑 想起刚刚那一幕 苏英心头一颤挤了侧影之心 把无依无靠的男孩捡回了家 但是这样一来 生活就有些捉襟见肘 她只能更加努力地工作 可又不能时时刻刻看着孩子 本来想把男孩托付给房东的 房东是个有些性感的人妖 人很不错 白天无所事事 晚上才会去舞厅上班 于是用两包烟换来邻居小哥 帮忙照看一天 邻居小哥也是热心肠的人 只是腿上有残疾 每天只能宅在家里 做手办维持生计 正好帮忙看孩子 但这天苏英运气不太好 他盯上了路边的一个年轻帅小伙 为了能尽快达成交易 甚至还优惠了十块 谁知这人趁他洗澡时 偷偷放了一个摄像机 苏英一心想完成工作 小伙被迫表明来意 原来这人是个记者 他想拍一个有关保家式女郎的纪录片 因为韩国的经济水平很高 社会老龄化严重 那些被飞速发展的经济 抛到社会边缘的老人们 忍受着由此带来的痛苦 有儿女的是空少老人 没儿女的则还要艰难求生 苏英愤然起身 根本不想听他的长篇大论 只知道不尽快赚钱的话 自己很快就要喝西北风了 而且他虽然不以工作为耻 却也不想弄得人尽皆知 好在下一单生意比较顺利 谁知晚上回家时 小男孩非要找妈妈 跑丢了 他和邻居小哥找了半宿 才在一家菲律宾人开的店里找到 考虑到两人是同胞 邻居小哥想把男孩留在这里 但店主面露难色 刚好苏英也愿意先带着男孩 于是两人又回到了他的小屋 关系渐渐熟落后 颇有一种相依为命的感觉 有时小哥和房东都没空 他只能带着男孩去工作 等到特殊时刻时 就把孩子寄存在旅馆前台处 帮忙暂时照顾 这次有点不走运 苏英正熟练地做准备工作时 接到老板电话 警察来查房了 于是两人赶紧结束交易 苏英轻车熟路地避开警察 带着男孩成功离开 当然这也得益于他平常交给旅馆老板的保护费 这天苏英回到诊所做后续治疗时 有意无意地向护士打听医生和女人的消息 孩子总在自己这里不是个事 万一下子又走丢了 得知女人此时正在监牢里 而医生的妻子家有钱有势 估计不会轻易放过那女人 苏英若有所思 随后去取钥匙遇到了同行 她火爆的生意本来就引得同行嫉妒 这下对方又撞破了她的病情 于是苏英得了临病的消息 也在公园里传开了 两人大吵一架 但同时这件事也闹得人尽皆知 无奈之下她只能离开这里 去往稍远一点的公园 开辟新的生意 但是这里的目标客户不太多 好不容易碰到一个 可对方一听她是出来卖的 倍感晦气 转身就走 苏英见惯了白眼 倒也没什么情绪 继续在几个公园转悠着找生意 还意外碰到了几个以前就认识的熟人 苏英很体贴 她的客人很多都是和她一样 截然一身的老人 他们来找苏英大概一半是生理需求 一半是想要缓解晚年的孤单 所以苏英在工作结束之后 还能和一些客户变成朋友 这天她偶然碰到以前的老客户 老朴 原本以为会有新生意 谁知对方却说 自己一场大病过后 已经不能再做那种事了 未见秋风萧瑟 老朴话里却有道不尽的凄凉 以前经常出来晃悠的老朋友们 都相继患上了老年病 毫无尊严地躺在病床上 苏英记得自己之前的老客户里 有个总是穿着西装 像绅士一样的老人 由于退休金封厚 每次都很照顾苏英 而且出手大方 为人疯取 只是很久都没见过了 老朴想了一会儿 才想起来那是老宋 老宋突发中风 已经在医院住了一年多 感念老宋当初对自己的善意 苏英有些过意不去 于是带着礼物到医院探望 谁知对方看到她来 第一句话就是道歉 苏英正疑惑时 老人又开口了 往日精神绝朔的老头 此刻目起沉沉 如一滩躺在床上的烂泥 生活完全无法自理 甚至连死都做不到 同时上了年纪的老人 苏英很能理解老宋目前的处境 只觉得一股莫名的悲凉涌上心头 安慰的话 堵在猴头怎么也吐不出来 第二天苏英带着男孩 找到了移民妇女援助中心 工作人员很无奈 苏英的行为 几乎可以被定义为绑架了 因为女人被关监狱 她们正准备提起亲子诉讼时 却发现孩子不见了 导致这案子一拖再拖 现在事情好办多了 但是在女人出狱前 男孩可以继续住在苏英家 为了能维持两人的生活 苏英继续天天工作 虽然这公园有些偏僻 但一天下来总能有所收获 苏英时常到医院探望老宋 这天恰巧碰到对方儿子 他们百忙之中抽空而来 不是照顾父亲 而是来告别的 他们在美国的生意不能丢 会护工照顾好他的 临走之前 孩子们甚至不愿意和老宋拥抱到别 但看到门外等待的苏英 儿戏一脸没好气 提醒苏英 老宋没几个钱了 以后别再来了 是啊 在他心里 一个窝冰在床的老人 能得到什么真情意 无非是图他那点钱罢了 可是苏英见着老宋从前的好 不忍他一个人 每天孤独地躺在医院里 看着眼前的苏英 老宋很感激 除了他 除了他再没谁愿意离自己这么近了 又一次大小便失禁后 老宋躺在病床上满面痛苦 老宋曾不止一次地提到过 活着太痛苦了 可他现在连自行解脱都办不到 几次三番哀求苏英 帮帮他 让他有尊严地离开 夜里苏英辗转反侧 难以入眠 隔天还是去买了一瓶杀虫剂 提着看望老宋 可苏英坐在病床前犹豫良久 始终不敢踏出那一步 直到老宋再次出口请求 他才拿出那瓶杀虫剂 杀虫剂入口味道并不好 但这对老宋来说 和狗言残转地活着比起来 不知要墙上多少倍 苏英别过头 不认直视 一时悲从中来 哽咽不已 最后老友终于如愿以偿 以一种体面的方式离开 苏英知道自己的行为是什么性质 一直静等着警察找上门 谁知等来的却是之前那个记者 对方认为苏英是一个有故事的人 一直想要采访他 可苏英却有些反感 他们只想要一个好故事而已 他虽然认为靠劳动吃饭不丢人 但也没兴趣全世界宣扬 可在记者的纠缠下 苏英根本没法做生意 只好接受采访 镜头前的苏英喝着啤酒 姿态从容优雅 他是在五年前从事这份职业的 年轻时当过女佣 也进过工厂 还去过美军基地服务 像他这个年纪的老妇人 其实工作机会并不多 可他又不想扔掉尊严上街捡垃圾 所以经常会想 是不是自己上辈子翻了很多嘴 这辈子才要老碌终生 采访的最后 苏英劝记者趁年轻多存款 不要到老 像自己这么可怜 几天时间匆匆而过 老宋那边始终安静无声 一直到这天遇到老朴 他才得知了老宋的身后事 老宋走得很突然 但家人甚至连尸检都没做 就匆忙下葬 让一切尘埃落定 老朴感慨 虽然老宋不在了 不过却没遭多大的罪 这大概是最好的结局 苏英心中五味杂陈 沉默两久之后 告诉老朴是自己帮老宋解脱的 他知道自己不该这么做 可老宋活着太痛苦了 老朴一脸难以置信 但没几天 他就带着苏英去见了一个朋友 朋友也是孤身一人 又患了老年痴呆 这个病蝉食着他过往的一切 有时清醒 有时糊涂 他也曾几次求过老朴 想把生命定格在意识清醒的时候 但老朴却始终无法下手 只能求出有过一次经验的苏英 苏英刚开始很抵触 那对他们来说是解脱 对自己来说却是双分痛苦 可看着眼前老人浑恶的样子 苏英也心有气气 最后还是答应帮他解脱 第二天 几个老人爬上了附近的一座山 三人坐在山顶上沉默 看到朋友点头 老朴握了握他的手 起身下山 那样的场面 他不敢看 艳然静后 朋友站在崖边做好了准备 示意苏英可以动手了 苏英颤抖着伸出双手 有人得到解脱 有人则得到了双分痛苦 生活还正为一直继续下去 男孩母亲的官司很顺利 苏英的生意依然不景气 这天老朴打电话约他 那是一家看起来就很贵的餐厅 老朴西装革履 任他随便点 晚上两人又去了一家五星级酒店 从窗户能看到整个城市的夜景 璀璨华丽不同于自己 以往住过的每一个旅馆 让人聊起家人的话题 老朴的儿子年轻时因意外离世 妻子也去世了 昨天刚过完五周年忌日 只剩自己孤独度日 苏英也说起 自己那个从未提起过的儿子 是自己在美军基地时 和一个黑人士兵生下的 但对方不久就回国了 再无音讯 孩子还不足一岁 他根本没能力抚养 于是放弃了抚养权 这么多年来 他始终无法原谅自己 所以那一次在肯德基里 看到那个年轻的黑人士兵时 才会如此失控 对方是黑人和韩国人的混血儿 和儿子的经理如出一辙 他一度认为那是自己的儿子 但却什么也不敢问 因为她是个坏女人 将来会下地狱的 一时间房间里陷入寂静 苏英突然想起这是在约会 于是习惯性地起身要去洗澡 老朴说今天不做其他事 只是想请苏英帮自己一个忙 齐儿早逝生活寂寞又无助 她不想再过这样绝望的生活了 却总是害怕走的时候 身边没一个人陪着 所以希望苏英能陪在身边 让自己平和地 走完人生最后一程 苏英阻止不急 老宋已经吞下一把药片 随后又递给苏英一片 我会睡很久很久 你也小睡一会儿 这样就不会那么痛苦 你是一个好人 你会上天堂的 此前苏英一直以为自己会下地狱的 她又送走了自己一个老友 看着苍白的老朴忍不住素素流泪 人生为什么总是这么苦涩 离开酒店后她来到一座寺庙 想要为老友祈福 也为自己赎罪 可投功德香时 却意外发现老朴昨晚给自己偷偷塞了信封 里面有很多钱 还有一枚戒指 苏英实在无言拿这笔钱 只抽出两张后 其余全部投金功德香 可即便如此 那两张钱她也不想独自花掉 于是带上男孩和对她颇为照顾的两位邻居 一起出去游玩 几个毫无关系的人 此刻看起来倒有点像家人 吃饭时 电视里在播新闻 是关于老朴的 酒店发现了一位去世的老人 警方根据监控已经锁定了苏英 他们怀疑罪犯的目的是钱财 苏英知道这一天要来了 不过好在男孩的母亲快出狱了 其余没什么好担心的 晚上几人正在房东工作的人 要五天看节目时 首尔警方终于找来 苏英淡定地把孩子托付好 就随着警察出门 几人急急着出门 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 苏英没有过多解释 沉默着上了警车 正在这时天空飘起了雪花 她突然很想抽烟 烟雾缭绕间 问警察能不能到春天再去坐牢 冬天太冷了 自己绝不会逃跑的 警察笑笑没说话 接着苏英又自言自语道 或许这样更好 还有一日三餐 她可住不起养老院 监狱里日子长得看不到头 苏英老得很快 终于在某天闭上了双眼 结束了劳累的一生 迎来自己的解脱 只是走时 仍是一身孤寂 九神小姐是韩国2016年的电影 香港一名是神女观音 所谓九神是希腊神话中 不失欢乐与慈爱的神 而观音则是佛教中 慈悲和智慧的象征 愿于众生遇到任何困难和苦痛 只要默念观世音菩萨 就能获得庇护 神女观音也好 九神小姐也好 从某个角度来看都是祖英 她到死都在度人越过苦难 身为社会最底层的宝家式女郎 却有着神明一样的情感 成为了其他人的普度者 甚至为子宁愿遭受牢狱之灾 看到老孙的经历时颇有几分感触 虽然我的年纪还不算大 但却有些能理解那些急于解脱的老人 就在去年 家中有亲人住进了医院的老年病区 几层楼都是那样的人 晚上陪床的时候 哀叫声 深隐声 瓷器彼腹 根本无法入睡 也亲眼看过大小便不能自理的老人 和电影里一样 尴尬 毫无隐私 尊严尽尽尸 而他们大概也不想这样 被子女 被外人看到最无力的一面 但却毫无办法 只要带入自己想象一下 就能理解那种感受 那是我第一次直面老年人的生活 在这之前 我以为的退休生活 都是吊吊鱼 渐渐深 享受晚年时光 从未想过生活能如此凄苦 我也不知道以后的生活会怎样 是否真的有一天会不能自理 但看过凄苦之后 他反过来又给我另一种感悟 好好抓住当下的生活 珍惜眼前的人 尽量过好每一天 把握好人生的每一个阶段 坦然接受自己的成长和老去 不要到老了空悲切 余下的竟是懊恼与后悔 还要在生活中就算劳累的同时 也要记得照顾好自己 电影很压抑 但别沉溺于那种悲伤的情绪中 生活还掌握在自己手里 一切都来得及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先到这里 有其他想法的朋友们 欢迎在评论区留言讨论 如果喜欢的话也请点个赞 我们下期再见啦